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说一说抢人大战 这次抢人大战呢 香港也开始抢人了 香港呢 它的人口三年少了21万 也就是香港的人口在下降 出生减少 同时呢 大量的香港人有些时候移民到国外去 对于这个中国缺乏信心 但同时呢 还有很多人是差好香港的 所以香港呢 也开始了抢人放击各种门槛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呢 香港的一些政策 香港啊 推出了高财通等措施 既有呢 内部需求也有呢 国际环境背景 前面啊 一方面是香港呢 人才严重流失 一方面呢 钢链产的结构希望调整 据香港立法会啊 相关的研究报告 在2010年至2019年呢 期间啊 引进外籍人是来港工作的 一般就业政策同比签证呢 增加了五成 但是呢 同期居港的外籍人呢 不升反跌 减少近三成 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批准了 5.7万宗申请 但是根据该计划来港呢 成为香港永居的 只有7033人 换言说啊 只有12%的内地人 才在香港呢 工作居住满七年 最后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 而这个香港呢 截止到今年啊 三月底 我们可以看到特区政府啊 已经收到了2万宗申请 获批的呢 将近1.2万宗 这申请数字啊 一直是平均每天200宗的平稳上升 2万宗申请当中啊 超过五成 为拥有至少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的 全球百强大学的毕业生 具备三年以内工作经验的 全球百强大学毕业生呢 占27% 年薪高于250万港元的申请人数占22% 看看这个报道啊 你可以看这个报道里头几方面的信息 一方面呢 香港人啊 你去申请的话呢 你申请了香港的永居了以后 最后是真正成为了香港的永久居民的数量很少 你看这是12% 就是我申请了一个资格 最后呢 我并没有住到香港来 当然你这种申请的资格呢 有很多的便宜啊 你说全球百强大学申请香港 包括呢 你像在中国的话呢 你申请个香港的这个身份的话 在内地这些高考都不一样 你孩子都有好处 是这样的状态 然后另外呢 也说了今年你看嘛 申请的那个人数大幅度的增加 而且呢 都是一些年轻的人 年轻的人他申请了什么 他也在香港找工作 像现在啊 很多人呢 觉得这个中美之争啊 中美之争 他觉得哪儿安全 香港是个避难港 知道吧 好多人说你去新加坡 其实新加坡并不好去 好多人说新加坡这个很美好 好多人都跑到新加坡了 很多产业都到新加坡了 但新加坡弹丸之地 然后呢 新加坡的问题是什么 处于战略要冲 当时人家好多说你看这个 新加坡是否能替代香港的问题啊 我实际上我在长期上我是不看好的 一个方面呢 新加坡和香港的人流 人才的储备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我可以跟你讲 新加坡的那个马六甲海峡 多么重要的战略要冲啊 你打起仗来 首先打他 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中美要有冲突 中印要有冲突 那个地方都是战略要地 香港和新加坡啊 就想想新加坡是多么战略要冲的 一个要地 对吧 你实际上你要知道 战略要地好多时候成为 金融中心都是很难的 你像那个瑞士能成为金融中心干嘛呀 是人家不想取他 不会取这个地儿的 那不是什么什么的 不是啥啥啥的才方便呢 知道吧 你要是如果是一个战略要冲的话 你这个中间就问题就比较多了 平时还好 打起仗来可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除非你战略要冲 你周围有非常稳定的缓冲区 你是个大首都 周围有好多的那个缓冲区 你还可以 你要如果中间啊 没有缓冲区 像新加坡呢 就那一个弹丸之地 实际上是挺危险的 所以在这做这个世界金融中心的时候啊 都要看这件事 尤其中美的这个军事冲突的风险在加大 你像处在这么一个战略要冲的位置 你把你的财富和定居放在那儿 你这样有好多事要想想 是这么一个状态 其实他虽然说这么说啊 但是有些这些逻辑未必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 对吧 所以香港呢 他抢人他有他抢人的优势 但是呢 他现在呢 他实际上真正的是什么呢 大家不愿意去 真正爱去的大陆人和香港人 前面闹了一次嘛 这个矛盾也比较大 实际上大家对这个未来的这些矛盾担忧也比较多 是各种多方面的原因 谢谢观看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